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周末,但是事情太重要了 不得不先跟大家尽快的聊一下 然后我再出去喝酒打牌去浇游 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我们先假定大家一块跟我看一段美剧 或者看一段好莱坞的大片 那这个场景是怎么开始的呢 在曼哈顿,纽约曼哈顿的一家法庭 一场史诗般的刑事判决正在进行 被告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公众人物 多次公开批评现有体制 觉得这个国家完蛋了,美国不行了 当时刑法的严格条文对控方有利 法官也倾向于也明示暗示 配审团对被告定罪 但是12名陪审员在闭门会议后 公开了他们的一致裁决 无罪 我说完这一番,观众朋友可能有点晕 你肯定是在说昨天下午结束的 纽约12名陪审团的成员 对前总统川普的审判吧 那不是宣布有罪了吗 对,是的 但我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 不是川普,是1735年 纽约的一家报纸出版商 John Peter Zenger 他被控诽谤案的真实场景 在那场历史性的审判当中 曾格因为发表文章批评纽约的皇家总督 被控诽谤 但是陪审团12个人 12个普通的纽约人 仅仅用几分钟的闭门会议 拜托听清楚啊 是几分钟,不是几个小时 更不是几天 用几分钟就决定宣布曾格无罪 那这个事情啊 再给大家一点点更多的信息 因为当时1734年这个案子 在美国历史上 尤其是在美国的法律史上 和新闻自由史上 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733年 John Peter Zenger创办了纽约周刊 这份报纸很快成为 殖民地纽约的重要出版物之一 当时纽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曾格利用他的报纸 猛烈抨击当时的皇家总督 叫William Cosby William Cosby 他的文章啊 揭露了Cosby的腐败 滥用权力 还有其他的不当行为 尽管Zenger不是这些文章的作者 但因为他是出版商 所以人家告啊就告他 他应该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那这个事情除了以后 Cosby总督无法容忍 他手下他地面上的这个纽约周报 对他的批评 下令逮捕了Zenger 并且以诽谤罪启示出他 根据当时的法律啊 诽谤罪甚至不需要证明文章内容是否真实 只需要证实对 总督的权威有损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判他有罪的 甭管真假 你只要对我的权威有损就可以告你 就可以判你有罪 那Zenger当时被关在纽约的监狱里面等待审判 期间他的报纸仍然继续出版 由他的妻子和助手负责 那1735年这个案子在纽约市的一个法庭开庭审理 科斯比总督任命了他的政治盟友 作为审判的法官 试图确保Zenger被定罪 但是当时有个伟大的律师 叫安德鲁·海米尔顿 安德鲁·海默顿 以他卓越的辩护技巧 成功地说服了陪审团 那就是Zenger的文章 对总督的批评是真实的 而且他也没犯罪 海米尔顿强调言论自由音和新闻自由 是社会的重要基石 在这场判决里面 不但是美国法律上很重要 在新闻历史上也非常重要 在法律上它的重要意义在于 陪审团有权根据自身的判断 宣告被告无罪 就算是法官希望判决有罪 陪审团也有独立做出判断的权利 你看这个实际上 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提醒我们后世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司法独立的重要性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 那当然是要扯回昨天下午 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法庭 对特朗普的审判 这个审判出来以后 特朗普被 实际上被12名普通的纽约市民 在34项罪名里面都宣布了有罪 这一点是不可推翻的 那他特朗普被判有罪 但是真格1734年的这场案子里面 真格的陪审团投票宣布他无罪 这两个事情啊 他是有绝对必然的联系 这个简单的事实啊 反驳了特朗普在判决以后 发出的那些埋怨 那些吃骨骼话 说来说去 特朗普说什么呢 说这是民主党对他进行的司法迫害 这是纽约的地方检察官 对他进行的司法迫害 这都是政治行为 他甚至还暗示 美国有权有势的人啊 在追杀他 他也说 马顿地区 起诉他的检察官 是索罗斯支持的检察官 暗示在背后 都是索罗斯支持的一项阴谋 他还说审判的法官啊 本身就是一个 不应该被允许审理此案的 与他的利益有冲突的法官 这些全是扯淡 为什么 1734年 曾格的案子就已经证明 是12名普通公民 组成的陪损团 统一宣告特朗普 34项重罪都有罪 事实上 特朗普的审判也表明 陪损团长期以来 就被视为最重要的 法治工具 也是最重要的反腐工具 一名现任法官 现任法官是很早就被宣布的 他在里面上是容易被买通 是容易被黑箱操作 是容易被下套的 但是特朗普 有这个证据表明 他有这个信心说 这12名陪损员 事先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谁的陪损员 都被索罗斯或者拜登买通了吗 这怎么可能 对不对 概率上不可能 程序上不可能 现实中更不可能发生 法官是州政府养活的 法官的工资是州政府付的 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法官说了算 当然法官会迎合州政府了 或者是在联邦法庭的情况下 联邦法官的薪水 是联邦政府付的 那当然联邦法官会迎合 将来提名他 并可能在未来提拔他的总统了 所以联邦法官不可靠 纽约州法官也不可靠 唯有陪审团可靠 因为陪审团不可能被买通 不可能被恐吓 不可能被黑箱操作 所以通过1734年这个案子 就证明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的 这些理由都是扯淡 那才是真正的政治操作 特朗普还埋怨什么呢 说他的审判应该移出曼哈顿 因为什么 因为曼哈顿比较蓝是蓝州 他在这里政治上不受欢迎 说白了就是纽约大部分人讨厌特朗普 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 当然就容易被判有罪了 他自己也承认 他在纽约只有5%到6%的支持率 但是即使被告更喜欢其他的地点 比如说川普最喜欢到哪去受审 去佛罗里达对不对 但是美国宪法的第六修正案规定 联邦审判就应该在犯罪发生的地区进行 当年美国的独立宣言甚至谴责了 根据哪里对被告有利 转移审判地点 那种审判才是假审判 这样的原则贯穿了美国的历史 不是针对特朗普来设置的 所以在曼哈顿审判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他跟燕星在这里上床 他在这里签署支票 付封口费 他又指挥这些人进行掩盖 他还和国家文讯报的老板 联合进行一些政治操作 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在纽约发生的 所以你凭什么要到纽约以外的地方 进行这场审判呢 所以这个东西很明显 那川普的律师确实有一些上诉的理由 也算严肃的理由 那就是比如说竞选财务规则里面的 第一修正案和州法律联邦法律 是不是有些地方跃权了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可能会到达美国的最高法院 那里有三名最高法官是特朗普任命的 但是大部分特朗普被定罪以后说的这些话 都是纯粹的宣传 不可能再说服任何人 包括联邦法院 但真正的大选是什么时候呢 真正的再审 特朗普是有机会的 就是今年的11月 一个更大的陪审团 由几亿人组成的美国选民这个陪审团 他们将有机会审议便对特朗普做出判断 选民不能正式推翻他的定罪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重新将特朗普送回白宫 来将这场审判搞成 政治上是无效的 那刑法上它是有效的 政治上可能无效 但美国老百姓会这么做吗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我刚才讲这些 我都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就是我今天手一划 点到了华盛顿华尔街日报的一篇重磅评论文章 人家这个作者是美国宪法学的专家 在他的文章结尾和我今天节目 讲这段经历的事情一样 我们都要对那12名普通的彭审员表示感谢 他们之前互相不认识 彭审员之间互相绝对是不能认识的 他们也没有人是自愿接受这份工作的 当他们被召集的时候 他们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活 聆听证人证词 检查证据 共同讨论 做出裁决 那即使特朗普在皱眉头 在咆哮如雷 我们相信美国的这些founding father 这些建国者们 在历史的深处在微笑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美国之所以伟大 这就是独立司法的重要性 所以关于特朗普被定罪 我就发表这些看法 案件本身的描述都不用再说了 他肯定有罪 这个不用再疑问了 难道你比美国这12个普通的 普通的美国这个陪审员成员 还要公正吗 拜托 拍到你的脚后跟想一想 你都就会知道 说这些话 有没有任何的根据 所以这是特朗普这个事情 昨天我们对这个事情 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那今天既然是周末 我们干脆再多送大家一点福利 刚才讲的案子里边 不管是1734年的Zenger这个案子 和是现在的特朗普被定罪这个案子 也许有些观众会问 既然纽约这么判了 这个政府不满意 可以接着搞 换地方 或者是去联邦法院去搞 对吧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美国历史上 这些建国者真的是有先见之名 他们搞了一个东西 就是不能双重审判 这个在法律上的术语 叫double jeopardy 双重危险 这个概念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面 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一个人不能因为同一罪行 被多次审判或者处罚 这一原则旨在保护被告 免受反复诉讼的困扰 确保一旦案件在法庭上被判决 被裁决 不论结果如何 政府都不能再次起诉同一个案件 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 被两次置于生命或身体的危险中 这一条款就被称为双重危险条款 它保证了被告一旦被判无罪 不论是否有新的证据出现 政府也不能对他进行再次的审判 这就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司法权利 反复起诉直到获得定罪 所以这个事情放到特朗普身上 和放到1734年的Zanger身上 原则是一样的 如果这一次川普被判无罪 他也就无罪了 永远不可能被更改 他这次被判有罪 翻盘的希望也是极小的 当然除非他上诉取得成功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上诉也被认为是原审判的一部分 除非上诉的时候推翻原有的判决 否则他也没戏 他也没戏 并且就算推翻犯决也不能重审 不能重审这一条是肯定了的 那当然这种双重危险的概念 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法和英国的普通法 英国普通法里面也有这样的保护措施 就是防止政府多次起诉同意案件 美国的建国者当时就借鉴了他们的殖民者 英国鬼子的这些法律传统 将双重危险的保护纳入了宪法 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那当然在政治已经极端化的美国现在的环境里面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有很多反应非常有意思 首先共和党又全面的团结在了川普周围 他们把这个案子包装成一个政治事件 很多共和党的新老派人物都在分分比 谁站队站得快 谁站队站得清晰 站队站慢了 就被攻击为在这场世纪审判里面 配合民主党对川普总统进行政治迫害 这非常有意思 然后很多共和党人包括川普竞选的这个 这个捐款网站给挤爆了 很多人去捐钱 很多人捐钱 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谁呢 一帮富豪开始力挺川普 比如说这里就有马斯克 伊朗马斯克 塔拉斯拉的首席执行官 还有知名投资者David Sachs 还有对冲基金 潘兴兴广场公司Persion Squar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这都是在华尔街炙手可热 这些风云人物 他们都在网上对川普进行了支持 他们就是要将这个事情 包装成美国的司法系统 对川普进行的政治迫害 那甚至这位伊万富翁的投资者 叫David Sachs 在这个推特表达了对川普的支持 他说这是一场虚假的审判 目的只有一个 给川普贴上重罪犯的标签 这就是他们的目前一个观点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马斯克甚至说 这个诉讼 对美国民众 对美国法律体系的信心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马斯克说 如果一位前总统 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就被判有罪 动机是政治而不是正义 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面临类似的命运 马斯克为什么说出这么二逼的话来 就是因为我认为啊 他就是去中国去多了 他从头发丝到脚后跟 全面向共产党国家看齐 他已经被习近平有中国特色 可以说是入脑入心入魂了 他才说出这种混账话来 他这句话根本不成立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是12名陪损团宣布他有罪 不是拜登 马斯克还说 任何人都有可能面临类似的命运 他怎么可能啊 请问我们电视机前 我们电脑前 我们手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 有几个人会在你老婆怀孕的时候 自己跑出去嫖娼啊 如果你觉得这很正常 你天天干 那你可以同意马斯克 我估计马斯克也是这种货色 怎么就任何人都有可能 面临类似的命运了 对不对 有几个人会干出川普干的这些事情 当然 作为前总统 不应该动用过多的司法资源 去追究他的那些小事 但他的事是小事吗 我想啊 所有的这些正方的反方的观点 人家陪审团的成员啊 都已经听了个六够啊 仍然一致 12个人一致认为啊 在34项罪上他都有罪 那12个人乘以34啊 没有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有意义 你觉得 这是政治操弄所能达到的效果吗 不是 很简单 就是因为法律上他确实有罪了 啊 有罪了 那当然 这个 法律上有罪和现实中 你是不是能支持他 那是两回事 那川普的这些事情 作为一个前总统会员人来讲 我认为根本就不是小事 更何况 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把这笔钱 当成竞选费用 竞选费用是哪来的 社会各界捐的 啊 你只能由于竞选 你怎么能用他来付嫖娼的经费呢 对不对 这不是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个道理吗 啊 那么 如果这点都怎么明白 那美国啊 可以说也真的是这个 国将不国了 但川普做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一些普遍性呢 我告诉大家啊 有些事就看是老百姓干 还是你知名的政治人物干 啊 就像嫖娼这事 你要是在大街上烤羊肉串的一个 单身青年 啊 五年没碰女生了 你实在忍不住 晚上去嫖了一次 这种行为 和你一个美国前总统 亿万富翁啊 趁着老婆怀孕期间去嫖娼 而且拿公用的竞选资金付钱 你这不跟中国的乡镇干部一样了吗 对不对 那这种行为 能和我刚才说的 普通烤羊肉串的小年轻人嫖娼 能一样对待吗 当然不应该 当然就应该把你用法律的武器 斩于马下 所以我认为这个对川普的审判是完全公平的 完全公平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这场实际审判的看法 本来今天还想聊一个话题 就是那个红十字会 飞机送那个烤群羊那个事 那貌似有点过气了 这个下期吧 下期争取把这个节目也给大家聊一聊 把这个话题 你还想听什么 还想听我在聊任何话题 欢迎你在底下点题 另外啊 这最近几天关于王志安王局做的阿伽佛佛的这些节目 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热情的支持 王局第三期节目已经出来了 我还没听呢 听完以后我会做一些补充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怎么说呢 我对藏传佛教这些高僧大德的崇敬之情啊 是不大引号的 我是真的对他们很佩服啊 因为人家出来这一次特别面对王局 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就如实说来 没有撒谎 因为这些事情说出来可能对他不利 他仍然公开说了 反而证明这些人啊 佛法是有造诣的啊 做人啊是有底线的 都是不错的啊 那我们给他挑毛病 我们给他追根问底 我们甚至有些吹毛求疵 甚至有些抬杠 主要啊 是从把一个真理 或者把真理的某一个侧面 你不做到极致 你就不能充分完整掌握这个真理 这是我很多时候提问的这些原因 当然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些提问 通过我的这些帮王局磨磨刀的这些行为 把简体中文圈以外的一些营养 给大家吸取进来 你看我今天讲这个 就一直扯到1734年的那场审判 就是因为美国欧美的司法体系 到底是怎么弄的 他为什么成为了美国今天这个样子啊 美国这个世纪审判 真的是对美国的国力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吗 是对美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重大损害吗 我不认为 因为美国从来不认为这种事情 除了是对他形象的损害 这是川普个人形象的损害 美国人会认为他的领导人丢人了 他就丢人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 这叫什么 这叫个人主体性缺乏 我是指相反的情况下 你要觉得你领导人犯错误 你就脸上无光了 这叫个人主体性缺乏 在基督教 这个宗教传统深厚的西方 在法治 人权 个人权力的彰显 已经成为常识的这种社会里面 他们不会这样想 所以我在我这个节目留言的下方 我也能很快的辨识出来 有哪些留言是大陆翻墙的朋友发出来的 有哪些是在海外的 他讲话的那个劲儿 讲话的那个思维的逻辑 能很清楚的看到 你有没有打开天窗说两话 有没有打开自己的禁忌 打开自己的知识 视野上的限制 来看看别的文化是怎么想的 别的体系是怎么run的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节目的重要的价值之一 今天就不多聊了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留言 谈谈您觉得这场审判 到底啥情况 你赞同马斯克吗 你认为这是对川普的政治迫害吗 欢迎你留言 精彩的部分 我们也会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谢谢您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